公元1618年 后今八旗军队 激连攻下明朝 俯顺清河两座重镇 面对努尔哈赤的公然挑战 圣怒之下的明朝万历皇帝 调集47万大军 讨伐努尔哈赤 一场空前的激战 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凶险的局努 努尔哈赤又将如何应战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军会会长 为您再见 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萨尔虎大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免灵灵灵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免灵灵室》 《免灵灵室》 《免灵灵 institutions》 《免灵灵全 nationale过儿的灵灵》 《免灵灵灵室》 《免灵灵灵院 courtyard》 得到福顺十县和清河陷落的拜报之后 朝廷进行讨论 决定对后金大张踏伐 离亦廷扫血 集中兵力攻打后金 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重要的有这么几条 第一 潜将调兵 启用以敬免官的杨昊 为辽东经略 启用以敬在吉亿的杜松和刘廷 为总兵 又调了王宣 赵孟林等 一共七个总兵 还争调朝鲜和叶赫的军队 再就是调兵 关外的民军出了守城守宝的 激动的可以作战的也就两万人左右 不够 从关内调兵 南方 福建 江西 浙江 四川 北方的山东 山西 陕西 甘肃 当各地争调兵马 总共汇集了大约十二万军队 说二十万 号称四十七万 调集这么强大的一支军队 对付赫托阿拉这么一座小城 第二 筹集良响 辽东的军队良响不足 欠响 欠料 户部上书要筹集五十万两银子 库里没有 只能抽错一半 给万历皇帝请示 动用内堂 就是内裤 万历不同意 怎么办 就是加征了想 第三 重金悬赏 公布 能够勤斩诺尔哈赤者 赏白银一万两 能勤斩厚金 八大 贝勒者 赏白银两千两 第四 制定兵略 仗怎么打 得有一个作战方略 经过反复的讨论 吸取了历史的经验 决定 决定 兵分四路 分进合机 集中兵力 攻打后机 这些已经非常 方针定了 官派了 兵集了 粮草准备了 赏金也定了 方略也定了 就是一条了 就是要对后金 发动 全面的进攻 战前 辽东 精略 杨浩 在辽阳 召集各路兵马 惠师辽阳 惠师辽阳 进行试试 杨浩 得到上方宝剑 先斩了一个 福顺时候一个陶将 以示军威 宣布纪律 极为严肃 阅兵要杀牛 进行骂技 大将拿那个刀啊 来杀牛 高生锈啊 三刀那个牛 都没有捅死 有人提建议 说这个时期啊 是不是缓一缓 用杨浩 原来定的是 二月十一 出兵 说天下大雪啊 阴历的二月啊 光外 天寒地冻 要好说不行 刘廷又提建议 说我这兵啊 从南方往这掉 还没聚齐呢 是不是缓一缓 杨浩怎么回答呢 把他那个上方剑呢 挂在那军门上 意思是 谁要再提相反的意见 我用上方宝剑 斩首 杜绝了 一切正确的建议 因为天下大雪 不得已延期 延期的二月二十五号 出兵 延期了四天 在这种情况下 明朝四路大军 分头出兵 向后金来进攻 尽管明朝四十七万大军 在出发之前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这似乎并不影响 大明王朝强盛的军威 和必胜的决心 而此时的努尔哈赤 即便是全民总统人 也只有区区几万军队 几乎只是明军的一个领头 面对明朝四路大军的 凌厉攻势 努尔哈赤该怎么办 二 四路大战 明朝的四路大军 分四路 西路 也叫福顺路 从沈阳出福顺 进攻赫瓦 第二是北路 即开原路 从开原 往南 进攻赫瓦 第三是东路 有宽电 往西 往西 进攻赫瓦 第四是南路 有清河 往北 进攻赫瓦 清河 沈阳 沈阳还是打下之后才没有手 福顺也是打下之后回的城市 没有手 先说西路 西路 即福顺路 以杜松 总兵 为主帅 还有总兵 王宣 和赵孟林 统帅 统帅的军队 一说两万多人 一说四万多人 杜松 这个总兵啊 是二月二十九号 从沈阳出发 夜里头 点的火炬 兴炬 规定他三月初二 到雅谷关 他二十九日夜里头 出来到福顺 一百里地 则三月初一 就出了福顺 福顺往前呢 叫做萨尔湖山口 这边是苏子河 洪河 汇流的这个地 现在是 叫大火方 杜松 帅了他的军队 要过洪河 这个时候 有人提议说 天也完了 肃营 明天 再继续走 东方不进 骑着马过河 敞着环啊 杜松是喝了酒 酒气正浓 就往前走 别说你这 披甲呀 敞着环 骑着马就打仗去呀 杜松说 杜爷 当兵 这么多年 不知道这个甲呀 盔甲呀 有多重 我没穿过 你们看看我身上这个枪八剑八 杜松的军队 杜 杜 红河 杜了一半的时候 诺哈士早准备了 把上游堵了一下 河水一放 突然河水就涨了 就一部分兵士啊 就淹死了 水过马府 过了马肚子 这么过河 杜松军队有好多的子重 枪炮什么的 过不来 就留在后面 过了红河之后 杜松的军队呢 是两支 一直在萨尔虎山口 一直在吉利亚 到了萨尔虎山口的时候 三月初一 诺尔哈士率着他的军队 分作左右两翼 他一共是八个旗 内翼是两个旗 左翼那两个旗 在吉利亚那儿 看着杜松内衆 萨尔虎这儿六个旗 对着杜松 萨尔虎 后金军就通 故事与民 开始就在萨尔虎 战场非常之惨 后金六颗旗的旗兵就梦冲 萨尔虎民军的打赢 民军就抵抗 打着火把战 经过厮杀 民军萨尔虎营 溃败 骑兵就拿了刀就乱砍了 杜松的军队大部分是步兵 叫做施横遍野 雪楼昏河 河水 微直 尔赤 杜松自己在吉利亚这打赢 得到三胡 这个打赢的 败爆之后 就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 诺尔哈尔又带了他得了胜的这六个旗 和原来在吉利亚的那两个旗 集中攻打杜松打赢的本部 杜松究竟是一条汗子 和后金军队拼搏 但是受到后金军队重重包围 山上山下 河谷丛林 四面出动 威攻杜松的大野 杜松的军队是点着火把 往外打炮 后金的军队呢 是以暗鸡明 你那京城鲁鲁一照 京城鲁鲁鲁 就忘记了 结果杜松 栗战而死 另外两个总兵 王宣 赵孟林也都战死 三个总兵战死 杜松这两万军队 全军覆没 几乎无以身怀 这是三月初一 三月初二 北路马林 率了军队 到了上江崖 马林得到了杜松军队 失败的这个消息了 就非常紧信 把他的军队一分为二 一个在飞风山 一个在吉丁牙 用战车围起来 挖了战壕 这是两个营 还有杜松的那个后续部队 子重营 有宫念随 帅者在恶红恶魔也注赢 和等一个品字型的三个营 诺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啊 没有把这八个器分成三谷 去分别 而是留有少量的部队分别 围着那两个营 集中主力部队 打上江崖 先打马林这营 马林这营又放炮 又是战车 你放炮打出去 还没等再装炮的时候 这骑兵就冲上来 把他的车阵冲垮了 马林是总兵啊 一箭势头不好啊 紧在身边的庶人 逃顿而去 马林营全营覆没 后金军又打那个飞风扇的营 集中力量打这个营 这个营又破了 公念随那个恶恶恶魔的营 也被打破了 这三个营 马林除了他自己带着几个侍从之外 北陆的开援军全军覆没 这事出尔 西路和北陆的明军虽然惨遭失败 但是南路和东路的明军数量 仍旧远远超过努尔哈赤兵力的总和 萨尔虎大战进行到这个时候 努尔哈赤所面临的刑事依然十分严峻 明朝剩下的两路大军完全有能力荡平后兵 已经连打两仗的努尔哈赤还能够撑得下去吗 初三 戴扇和诺尔哈赤 作为一个调整 这个时候南路的军报来了 东路的军报也来了 打哪一路 诺尔哈赤说打东路 南路啊 他那个山路 崎岖 可能进兵慢一步 先打东路 这儿经过了初三的调整 到初四 集中到了东路 东路就是重兵流停摔军 流停的军队进到阿布达里港地区 这个地方我去 两边是山 一个区区歪弯弯的一个核武队 形势很危险 流停的军队像一条长蛇一样往前走 兵不能成武 马也不能成列 就到了阿布达里港的山谷 这个时候诺尔哈赤和再善 已经部署了军队 在这个山的两侧的丛林里头 埋下了伏兵 流停的军队啊 粮食供给不上 有的兵是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又是天寒地冻 进到阿布达里港山谷的时候 诺尔哈赤这时候用了一个奇招 就是他把俘虏的那个杜松的那个兵啊 剥下那衣服来 用他后进兵穿着杜松兵的那个衣服 拿那旗子 就到了刘庭这了 说杜爷啊 已经马上就要到克巴拉了 约了你快进兵 加工 刘庭 说当时我们有约定啊 是放炮为好啊 不是另舰为好啊 说不行 说是放炮来不及了 这个快 这个消息告诺尔哈赤之后 后继那么就放炮 就用杜松的那炮放炮 给一个信号 表示马上就到了克巴拉了 这刘庭也贪功啊 谁杀了诺尔哈赤 奖金一万两百银啊 他就急着推出兵往前走 急进 后继军队呢 有一部分就穿了杜松那个军队的服装 就混到里头 这个时候 戴善 阿米 黄太吉等等 率的军队 从山的两侧往下攻 把刘庭的军队呢 切成了几段 分别包围 把刘庭率领的东陆军 分别 接命 还有一点浙兵 浙江兵 在山坡上 后继就冲上去打着浙江 这些浙江兵啊 头盔是竹子的 用这个枪啊 长枪是竹子的 拿拿筋子住 后继 骑兵 那些大刀 一片尸体 惨死在山坡上 这是初四 还有一万三千朝鲜军队 朝鲜的统帅江兵律说 说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们投降 这是初四 到初五 把朝鲜问题解决了 这个时候 杨浩在沈阳坐镇指挥 得到败报 赶紧的传令 南路 李路白赶紧撤退 李路白是总盯 他的父亲是李成良 本来他就不积极 他就故意脱节 让你们先去除 所以他比别人晚到 他得到撤军的军令之后呢 他就带军 这个时候 诺哈赤布置了一小股军队啊 在山上监视这个南路的李路白 刚才望回撤的时候呢 这伏兵就起来了 邀请呐喊 他又不知道 到底后阴军有多少 来势头做梦 急忙撤退 互相践踏 李路白逃回到了 清河 西路 三个总兵 杜松 王轩 赵梦林 战死 北路 马林逃回去了 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下一讲讲 开源田领 再说 东路 溜亭战死 南路 李路白你怎么交代啊 所以朝廷 阎官就弹劾 李路白 李路白没吧 李路白自裁而死 自杀了 撒尔湖大战 历时 五天 明军 四路大兵 两双败北 后金军 取得胜利 明朝军 结果大败 听到这里 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疑惑 大明王朝的唐唐47万大兵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全军覆过 而且仅仅就是五天的时间 这听起来完全就是 我们天方月团的语话 不知严重宁老师 会在其中发现什么玄机呢 下面我也讲第三个问题 三 简要 分析 明军的失败 后金军的胜利 兵书啊 说到三镇 天地人三镇 兵书这样说 日月风云 天镇也 山林水泉 地镇也 兵车士卒 人镇也 明军的失败 天镇 地镇 人镇 我再给加上一个兵镇 都 犯下了大错 所以 三胡大败 先说天镇 天镇就是天时啊 你明朝在二月份 农历二月份到东北出兵啊 你很多军队 你很多军队是江南调过去的 江西啊 浙江调过去的 你违反天时啊 后金军队 他身上土生土长 他适应那个环境 结果天下了 鹅毛大雪啊 山河冰冻 你在粮食供应不上 你这个兵怎么打仗 所以 明军大败 实为天时 违反天时 二说地震 这个地形 对后劫有利 对明军不利 明军在后金这个七驱山路 山巒密林作战 是非常不利的 你火气 不能好好发挥作用 战车 也不能好好发挥作用 明军大败 实为地利 三说人震 明朝这七个宗兵 派这七个宗兵 四路的统帅 这四个宗兵 他们或者鲁莽 或者交恨 或者寡谋 或者须酒 或者贪功 不能够协和一致 共同对敌 结果 或者深思疆 或者引刀自裁 或者下狱 论死 所以明军大败 实为仁和 四说兵阵 明军的作战方针 八个字 兵分四路 分进合机 八个字 结果呢 做成了七个字 没做成一个 兵分四路 分进合机 兵分了 分成四路 兵分了 军进了 敌 击了 从敌的作战 打击 一个字没做成 合机 那个合字 木尔哈赤 也是八个字 八个字都做成了 兵集了 军 军 击了 队伍呢 五合了 仗 胜了 三二胡大战 轰轰烈烈 震动朝野 说起来也简单 一胜一败 就是一分对 和 分 后军军和 明军分 以分对和 败了 以和对分 明军兵分四路 还没有形成合机 被 诺尔哈赤 集中兵力 先吃了西路 初一 三月初一 初二 又吃了北路 初三调整 初四 吃了东路 初五 收拾残局 最后南路败了 后军啊 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做到 明军是兵分四路 分进和机 就是那个和机的盒子 被做到 如果明军分进和机的盒子 做到 四路大军 同时进到 和法拉 那么对诺尔哈赤来说 就是灭井之灾 历史将重现 大明王朝的 三儿湖惨态 将会对未来的局势 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样一场神华般的战争 在明王清新的历史进行中 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地位 最后 我说一下 三儿湖大战的历史影响 第一 明朝军队损失惨重 明朝文武官员 死亡 三百一十元 纵兵副将参将游击等等 死了三百一十元 军队 死亡 四万五千八百七十 这是领复旭军 有案可查的 实际上比这数还多 损失 马 骆 骆 一共一共两万八千六百头皮 其他的器械 资重 弹药 等等 不计 其数 第二 大明黄威 受到挑战 红尔哈赤 开始打福顺 打金额 还是带有一点实验性质的 带有点挑战 试探性质 三尔湖大战 不然 明朝号称四十七万大军 都打不败后金军 打不败八七军 大大增加后金民众的信心 既然明朝四十 号称四十七万大军 我就敢打败你 我怎么不敢进攻你的 辽东的重镇 沈阳和辽阳 第三 明清历史的转折点 原来 诺尔哈赤 一直是中顺看边 给明朝看边 手边 自诩 这个时候不然 辽东战局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军队由战略进攻 变成战略防御 后金军队由战略防御 变成了战略进攻 所以 撒尔虎大战之后 诺尔哈赤的战马不停 接着就进攻 开远铁岭 沈阳辽阳 进而统治 辽东地区 这个我们下面 接着讲 谢谢大家 撒尔虎大战之后的大明王朝 面对史无前例的惨败 是否会再度派兵抱头许分 奇迹般击败明军的努尔哈赤 面对撒尔虎的辉煌盛 他又将作何打算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党严重年 为您讲述 明王清新六十一日 开启失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